不过说起拜登 他所说的话 大家其实不用太认真听 因为拜登经常说说了以后 自己根本压根都不记得 你来到重庆台 我是欧重庆 拜登又讲话了 关于乌克兰的整个战争里面 我们知道哈尔松 这边有一个卡夫卡大坝被炸了 而且现在是双方说法都互执一词 也就是乌克兰说是俄罗斯炸 俄罗斯说是乌克兰炸 但确实是真的没有人弄清楚 简单说 必须要有实质的证据才知道 但是谁有证据呢 本来应该是在战地记者那儿 但战地记者不肯在大坝旁边拍照 因为拍照的话就肯定被冲走了 现在呢就变成是双方的认知作战 而拜登出来力挺这件事情是要 让这一个整个叙事变成就是 就是往美国跟乌克兰这个方向 或者说他们用力的方向来加以进行 而这种方式啊说句实在话 是不太真的有真实感 也就是说这个证据力有些弱 因为双方从2022年的2月一直到2023年的6月至今 已经互放了非常多的消息 最简单就是说普京快要死了 或普京得了绝症了 又或说是俄罗斯就快要正面了 这种犯话已经透过整个英国跟美国的这些西方 重量级媒体呢做过好多好多次的犯话 而结果是什么呢都没有成真 并且说俄罗斯快要打不下去了 他们的补给有问题的这些以上 最后我们都看到并不是像整个英美媒体所说的如此这般 反而呢乌克兰那边倒是有一个有趣的记录 那就是说他要春天造反击 因为他有一个炮二的战车已经加入他们的行列 而且整个欧洲给的战车那是达到千辆以上 照理说春天的雪春天的冰早就融化完毕了 不就该反击了吗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 春天的反击完全没反击 反而到了夏天 而且这回呢还要要求有F-16 大概100架到乌克兰来支援 而此时此刻呢 是要要求乌克兰的空军呢 获得整个F-16的相关完整训练 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件事这样看 应该是F-16呢 确实要进到乌克兰战场的 而且乌克兰空军也确实要被做F-16的相关训练 可是一旦做上F-16 他不会乖乖的只会在乌克兰今年飞翔 他还会飞过国境 也就是说他极可能 而且应该是就是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飞进俄罗斯去轰炸俄罗斯相关的战争户 或者相关的机防 而现在呢 其实这个赫尔松的水电大坝 这则事件正在开始做这方面酝酿 也就是说他要塑造俄罗斯极不人道的相关形象 说是这大坝一被炸 那整个相关的人口疏散有十万人之多 他要塑造俄罗斯是一个反人类的一个状态 而实际上应该是F-16进入乌克兰战场以后 会有全新的战局发展 也就是由F-16飞入俄罗斯来做轰炸进攻 这个事就会即将拉开序幕 不过说起拜登啊 他所说的话呢 大家其实不用太认真听 因为拜登啊 经常说说了以后呢 自己根本压根都不记得 乃至于许多专家认为 拜登可能根本就有阿兹海默症 或者叫做老人痴呆症 因为呢 他说话不算话 或者他说话被幕僚当场给否决 或者隔天否决这种案例 已经是十分之多了 他现在说要支持乌克兰 他如果哪天又不支持乌克兰呢 千万大家别奇怪 关于这个大发的事件 他支持与不支持 我认为拜登说的 只不过说是 他的F-16是真的要进场了 如此而已 而到时候啊 美国的F-16如果飞进了俄罗斯 他就可以用现在这句话来说 你看因为大坝了 被俄罗斯给炸了 那当然F-16飞进去呢 再回炸一番 也不足为行 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扑梗的活动 如是而已 大家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 拜登讲话 你可能可以获得另类的解读 感谢你的收看